这个表单里面加一个所谓的下拉清单 这个下拉清单跟在Excel里面的蛮类似的 只是说这个下拉清单是在表单里面做下拉清单 这个好处就是你也可以用选的 选的时候自动在表单里面做动作 可是问题它的需求是什么 希望在当表单执行的时候 自动把资料放进去 那比如说我今天就以这个例子来看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当我启动的时候就自动把这个东西 这个里面的工作表 2里面的这个范围就要放进来 那放进来的方式它有几个几个方法 它一个是什么 你可以用在它的属性 这个点击之后 你会发现在它的左下角 这个属性视窗就是它 所有的属性就是这个控制项 这个叫控制项 它里面所有能够做的相关的变化 应该叫什么 相关的状态吧 你都可以在这里面做设定 包含就是它的来源 里面的话它 其实你可以猜 大家可以猜得出来里面来源的话 它有一个应该叫什么 它有一个叫 那叫什么 Row Source Source 顾名实义吧 就是你的来源 那来源的话 当然这边的话 它 假如你不知道这一个属性的作用 或怎么用的话 其实它里面也有说明档 那一样嘛 比如你邮标放这边 按一个什么 F1 它一样会跳什么 F1它会 就邮标放在上面 它会跟你讲说 这个是资料来源属性 叫Row Source 然后里面的话就跟你讲说 你这个是一个资料来源 必须要是一个自创 自创 那我就想说这个自创 它可以接受的 这个工作 是一个工作表的范围 所以你也可以给它一个范围 或者是你干脆给它一个名称也可以 我刚刚试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就直接丢一个什么 丢一个班旗给它 等于班旗 那它就找到说 这个里面的我们公式里面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班旗 也就这个 不过我的范围变成底下选太多了 那它当然跟那个什么 跟我们刚刚这个下拉清单不一样 下拉清单如果它底下没用过了 它就不会放 可是在表单里面的话 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执行给各位看 你会把这边直接点表单按执行 那它能不能把那个工作表2里面那个范围加进来 其实是可以的 可是它也会加一些空白 它不像那个我们刚刚的下拉清单 它避开一个空白 除非说什么 你把它改 改什么 改没有 这个范围 不要到104 104 就不要到最下面就可以了 就是到这个 到这个范围 到5 它这样应该OK 不过这样显然是不方便 所以理论上 我如果假如我在用这个下拉清单 我比较少用这个什么 Row Source 所以这个Row Source 我刚刚在哪里 这个点一下 找到Row Source 列的来源 Row Source 它开头在这里 一般我比较少用这一个方法 我比较常用的方法 就是也是 Enter一下 就是当这个表单 所以当这个表单点它两下 当这个表单怎么样 当这个表单 把它Delete 当这个表单 所以要记得在表单的这个地方 预设呢 你点它两下 它会出现的 预设事件是Click 那这边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当这个表单被启动的时候 OK 当它被启动 点这个Active 当这个表单怎么样 被启动的时候 去做什么事情呢 顺便帮我把那个资料 放到那个下拉清单里面 所以我可以怎么写呢 这个地方特别重要 那个下拉清单叫做Combo box 1 所以我的写法 可以把当表单Active的时候 那我就把这个工作表1里面的所有 所有从第二列到第六列 或者向下追踪也可以 第二列到第六列的东西 帮我放到那个什么下拉清单里面 写法就是跟我们之前写的一样 For i 等于第二到第六 但你可以向下追踪 OK Next 然后跟他讲说帮我把资料放在combo box 1 那那个下拉清单的名称有没有 我刚刚有查过了就是这个是叫combo box 1 或者你可以复制这个名称也OK 然后把它写combo box 1 里面他有个方法 第一个就对了 add item add item就是什么 帮我增加项目到里面去 OK 然后放什么东西呢 你要跟他讲说我的那个东西是在 在这一个工作表的第二列到第六列 所以呢 我这边记得 这可能要记得就是一定要跟他讲 哪一个工作表 shits 括弧 那我不要偷懒 我先二 当然你未来 如果你不是第二的话 你也可以双引号 然后中间打什么工作表二的名称 也可以 两个方法 我这边偷懒一下 先用二 然后跟他讲说 我那个资料呢 要放进去是要在第二个工作表的 第几个储存格 在sales 然后第i列 从第二列 就是先帮我放这个一般 然后呢 的哪一栏呢 的a栏 OK 那这样就OK了 程式已经写了 底下这两行可以删掉 有没有 当这个表单怎么样 启动的时候 就会自动帮我把 第2个工作表的 这个第a2一直到a6的资料 放到这个combo box里面 OK 那写一个回应OK 我们来试一下 那你写完之后执行他 那你会发现这边下拉清单就进来了 OK 就是这样写 因为这个问题还蛮多人问的 很多其实如果你要做那个什么表单 然后你希望他将来呢 一启动的时候 很多东西都自动填进去了 那其实非常简单 就这个方法就可以 但如果你有好几个下拉清单 你就写好几个嘛 全部都写在哪里呢 全部都写在当这个user phone activator 比如说你跑这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你就再跑 或者直接范围如果不一样的话 那你就再跑个回圈 那里面可能就combo box2吧 combo box3 然后呢一个一个 他启动的时候 自动帮你把资料放到那个combo box里面去 这样就OK了 那表单的话我想可以做到类似 像我们刚刚以sale的相关的效果出来 OK 因为这个问题好像蛮多人问的 而且好像似乎网路上面查不到比较好的答案 OK 其实也不难啊 应该不复杂吧 我觉得这样应该没问题 这蛮OK的 程式并不多 也不会很复杂 其实程式是这样 其实像这种工具 他比较不容易学习的地方 就是说因为他基本上没有什么的标准答案 也就是说其实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方法有非常多个 但只是说因为每个经验不一样 可能有的人找不到更好的答案 他也许就用了一个比较不是那么恰当的方法 OK 但是能不能run 一样可以run 只是run的可能也许不是那么顺 OK 这个方法我是觉得还OK 而且程式不多 跟我们之前教的应该也没什么太大差别 顶多只是说多一个什么 因为表单是跨工作表的 所以你还是要跟他讲说哪一个工作表的 哪一个范围的哪一些 你如果没有加这个的话 他会以为在哪里 在序子一 那你这样抓的话 可能就抓 抓到的资料就不是你要的 OK 所以比如说 假如我刚刚那个序子二这个没加的话 程式能不能run 程式应该可以run 但是他可能会run run一下 下拉清淡一下 然后发现 一一二一二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 游标是放在这里 所以他只会抓这个范围 帮你把它带过来 OK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 所以因为以后如果你是多工作表 不可能说一定会切到那个工作表的话 那你可能要加一下 这是因为刚刚同学问到的问题 顺便补充一下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回到刚刚那个问题 我就多一个什么 用v函数 然后 查是查这一个 范围是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 OK 概念都有 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 范围 主要是产生 他要指向要抓哪一栏的资料过来 OK 查询方法 另外当然也可以请各位 试试看 如果你把 假设不用这个方法 其实你也可以用VBA写 对吧 其实方法跟刚刚那个还蛮像的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VBA的话 基本上可以怎么写 第一个 不过可能就先踩按钮吧 有没有 当我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帮我去查 查什么呢 查的话是H3 H3跟哪个范围相比较 跟Sales的I列的 I列的第三到第十 FOR回圈 然后A欄去查 当我查到之后 帮我把这些资料放在下面 有没有 横向变重向 OK 这个时候不用K就可以完成 所以程式应该会写吧 所以如果像我 我这假设 你想说 老师我不想写V 不想要用函数 我要用VBA来写V OK 你不用V的函数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一样先找到 这一个工作部 因为我们两个 你不要放错位置 放上面这个 按右键 在这里面先插入个模组 那再来的话 给它一个SUB SUB你可以插入程序 或者是另外一招 我之前讲过 你可以打一个SUB 然后那个SUB名称叫班级 你就直接Enter就好 它也会自动帮你加 然后写的方法就是 就很直觉 我要这个跟这些比 那这些是一个范围 所以这些是一个范围的话 我就打一个for for i 等于第三列到第十列 Enter两下打一个 next 对不对 然后做什么呢 比较嘛 还记得吧 if什么呢 if它这个储存格叫range 的h3 如果它跟什么呢 它跟那个sales 第i列的第a栏比比看 然后then 这边打一个then and if 然后做什么呢 如果 两边是match的话 那就怎么样 帮我把 它的 这个 所以 这个要放后面 这个同一列的b栏 放在后面 就把这个来复制改比较快 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边 那这边是什么呢 h3 h4 你可以用sales表示 你也可以用range表示 OK 我感觉用range好像比较简单一点 我刚才直接用range 丢到一个固定的这个位置 叫range4 OK 那底下的话 就怎么样 就把它Ctrl-C Ctrl-V 然后这边改什么 这边改 3 4 5 6 7 对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bcde 应该没问题吧 所以我觉得 程式写来写去 如果你会用 之前的那一招 其实好像可以套用在 非常多的地方 一定是回圈 一定是 逻辑判断 然后把资料带过来 这样的话我们来逛一下 吴丹亚是不是 吴丹亚第三 对应该OK 然后呢 当然这个地方下拉不OK 不是应该不是不能叫板起 这个应该叫 换一个名称 这个也许叫 叫lookup 好了 这名称 随便取一下 这个也许就 业务好了 OK 反正 名称不要取一样 好 OK 所以一样的方法 当这个工作表 被怎么样 被change的时候 change 那我可以当他change的时候 一样呢 我是判断他 所以我写什么 if 所以我们写成什么 写成那个 就是 不要按按钮 也不用执行 当他change的时候 所以if什么 if target 点什么 点address 如果等于什么 等于 h3 记得前后加钱的符号 then and if 然后我就是什么 去call那个 call 那个业务 我刚刚改名称 OK 好 程式写完了 好 试一下 理论上因为这些 把e带过来 有没有吴博威 再点一下 所以其实效果 应该会一模一样 只是说你就不用再去写 管他怎么函数了 所以有的人 有些时候复杂的事情 你干脆直接用那个vba写完 那管他用什么函数 函数 不知道也没有关系 不会v2函数也没关系 直接就写vba 事情也可以解决 OK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重点 一 我有补充这个 当这个表单activate的时候 就是 跟他讲说我的资料来源 从哪边到哪边帮我丢进来 你这边扫了那个序纸 这个序纸 刮胡2 后刮胡变 这样的写法 然后帮我带过来 另外一个就是说 可以把这个方法 我们不要用什么 用vba 画面先换给各位试一下 其实叙述方法都差不多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写来写去 基本上 其实大部分一定都会有回圈 逻辑 跟把哪些资料放过来 大体上都差不多 OK 因为这一些方法 你只要熟 熟悉他 然后呢 再把它稍微再改一下 其实我觉得工作里面很多地方 都就可以很快的符合你要做出来的效果 好